美国与其北约盟友的捍卫者2020联合军演从2月底开始将持续至6月份 波兰政府方面称此次演习将是冷战以来欧洲大陆上规模第三大的军事演习 前两大分别为北约三叉戟2018和三叉戟2015联合军演 波兰国防部长马柳什布瓦斯扎克2月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美国与北约盟友开始捍卫者2020大型军演 2月以来美军陆续抵达欧洲 2月21号美国大批装甲车辆通过滚装船运输至欧洲的港口 再通过铁路运输至波兰等演习场地 北约捍卫者2020联合军演将在10个国家境内举行 共有18个北约成员国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3.7万参演人员中 有2万多名陆军士兵是从美国本土直接调派的 此前美军在欧洲参与的军演 除了动用驻欧美军外 更多的是动用海空部队配合 而此次直接从美国本土出动2万名陆军 成为25年来美军向欧洲大陆最大规模的一次调兵 25年前1995年 美国曾派出2.5万人前往波黑执行维和任务 俄罗斯军事专家预备一中将布任斯基指出 美国希望通过这次演习 恢复向欧洲大量投送人员和技术装备的能力 而只有在需要占领领土时 才需要大规模地面兵力和武器装备配合 美国此举标志着对俄罗斯的对抗水平 重回冷战时代